三藩市美亚医疗集团 擁有超过170位华人专科医生和会员服务团队 用你最熟悉的语言 为你提供贴心周到的医疗服务 免费登记成为我们的会员 美亚医疗,你的健康良伴 我是美亚医疗集团的 唐仁佛医美学科专家 我今天代表三藩市医学会 宣传反对尸体案 今天我们刚刚才讲起的 电子烟是对身体好坏的 有些人想起 电子烟是一个方法来戒香烟 他们宣传说 电子烟有好处 吸烟的人如果可以改变去吸电子烟 或者可以戒烟 但如果你看一些研究来说 有些人说 电子烟更容易上瘾 更难戒 因为尼古丁的份量还比较高 而且电子烟也有身体坏 刚刚才讲起 对脑也有坏 对肺也会坏 在今年历内 14个人有死亡 为了吸电子烟 所以电子烟不是安全的 所以有很多人误会 吸电子烟是比香烟好 但研究都不是说电子烟是好的 第二个呢 有多少人有孙孙孙孙孙孜孙孙孙孙孙孙孙子 肯定会有很多 虽然我们未必懂电子烟 你们也不会上人去买电子烟 但你们家者 可能有人 会来接触电子烟 尤其是小朋友 尤其是中学 小學的學生 剛才說八成的學生 會有知道 認識一下什麼是電子煙 所以很重要 不是說自己不買 但是也教家裡的小孩 家裡的年輕人 電子煙是對身體壞的 這些電子煙公司 特別想賣給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吸引 就會一輩子買電子煙 一輩子都會上癮 所以他們就是特別想 小朋友、年輕人 開始上癮 你們也有雜人回家 教小朋友、親人 不要買電子煙 耳鼻喉都會有 刺激那些會傷害細胞 若細胞一傷了 有時就會容易生癌 有傷口 喉嚨痛 而且也對腦部有問題 對肺部份有問題 所以尼固丁 也是對喉嚨的黏膜 可以有受傷 吸煙那些就是 很多是尼癌、喉癌 扁桃腺癌、肺癌 這些吸煙的 都會影響 煙喉的黏膜容易生癌 因為正式來說 一吃過一受過傷 可能永遠都未正式會正常 但是有很多研究所說 如果可以停五年時間 最少五年時間 肺部份都可以治癒好一點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一下 你一受過傷 沒有可能會正常一樣 在真心來說 但是如果停了五年 都有機會肺部份會自己治癒好一點 就算你上了癮 吸了七十年煙 都可以戒煙 亦都可以加長你的壽命 所以就算你九十歲 上了癮 吸了七十年 你現在開始戒都會長命些 OK 又是因為都很熱的 那些尼高丁 又是那些油 很熱 又可以弄傷 即是燒了裡面的肺 黏膜的細胞 因為吸煙的都是很熱的 是吧 那一熱的時候 那些油可以令到肺 那裡受傷 有關其他健康主題的更多訊息 請訪問美亞醫療集團健康教育網站 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 請給讚同訂閱我們的頻道 到要獲取更多視頻